日本启动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为亚洲货币竞扁赛先开序幕 亚洲央行进入备战状态 泰国、俄罗斯、韩国等央行总裁都发言抨击 日本作法恐引发国际货币战争 必要时将采取措施 抑制热钱流入 维系出口竞争力 美国德州休斯顿的孤星学院 22日中午传出枪响造成三伤 一名嫌犯已经被警方逮捕 另外还有一名20岁非洲裔男子涉嫌重大 警方正追捕中 联合国安理会全体22日 一致通过制裁北韩决议案 要求北韩遵守决议规定 不得再使用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北韩恼怒之余 威胁要加强核子吓阻能力 外界猜测可能是进行核武施暴 英国最大连锁唱片通路HMV 日前传出财务危机 百年老店恐将破产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英国私募基金Hiyoko已经宣布 置资约4000万英镑 将HMV最大债权人苏格兰皇家银行 以及莱斯银行购入HMV的债务 意味着这家历史悠久的品牌 暂时避过破产一劫 新唐亚的电视整理报导